歡迎收聽聽索王第112集 現在時間是2023年10月10號 早上 不是早上 中午11點半 距離上一次的更新 哈 9月9號 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9月9號 然後下一次是10月10號更新 今天嘛 那下一次就是11月11號 再下一次12月12 好那一個月的時間呢 可以發生很多事情嗎 實際上也真的發生很多事情啊 對不對 什麼JPEGs啊 然後國債跌爛啊 有沒有 都錯過了 沒講 我自己也有一些改變啊 但這一次 呃 為什麼翹班這麼久的原因 其實有很多啦 我又不喜歡每次打開來 然後就在那邊解釋說 為什麼這麼久沒有更新 這一次最主要大概就是 我自己覺得 這一集啊 雖然說是續集啦 可是這一集好像還缺少一點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呢 要去把最後的那幾塊拼圖把它找出來 很高興的呢 欸沒有花很久的時間就找到了 說沒有很久好像也蠻久的一個月了 那我們會盡量好好的在這一集把它描述出來 然後這一個月啊 我個人的部分啊 在心理層面上遇到一點點的小問題 那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其實都有存在 不是之前提到那種什麼麥克風打開會怕什麼的 那個一直都有 那這一次的這個呢也是一直都存在的 大概每一年可能都會有一小段時間 我會處在這個狀況 這種狀況啊 像是今年就特別嚴重 其中一個就是呢 因為已經做了蠻多集了 到現在一百多集 那我會一直想要 因為我自己也會聽 然後 就聽的時候我會有一些反省啊 就在講說 這個地方大概要怎麼講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呢 這些東西全部堆疊下來 就跟今年有關了 今年為什麼會特別嚴重 我會一直想要憋大招 就我會想要每一個下一集都很炸 比上一集再更屌 所以我就在那邊憋大招 憋著憋著就憋過頭了 那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會懷疑說 幹我到底有什麼資格跟大家講這個 這叫什麼 冒牌者症候群嘛 心中的枷鎖啊 我績效有很好嗎 還好 我有很準嗎 也還好 我很有錢嗎 普通 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在買什麼股票 然後為什麼要買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不行 我真的沒辦法講 我不是在裝神秘 也不是說怕被打臉 是為了我自己賺的錢著想 我當然更不可能很怕那個什麼 經不起大家檢討跟挑戰什麼的 真的就不是 其實就是因為呢 我要是把我正在買什麼 接下來準備幹嘛 什麼時候要出場 或者說最近賺了多少 現在未實現損益多少 我要是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我自己知道我的操作會非常明顯的就變爛 我只要講出來就會變爛 你有沒有聽說過就是 但是 你真正想要做的目標 就是你的 比如說你要去考什麼事啊 還是說你接下來想要去哪一間公司面試 然後你想要轉換跑道什麼的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啊 就盡量不要把你的目標跟別人講 講了以後 可能就沒有辦法實現了 那不能實現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在講出來跟大家講的那個當下 就已經部分實現了 就你心態上 比如說你說你想要去考律師 就很多人就開始在那邊叫你 什麼什麼律師什麼什麼律師 對不對 那你就會在那個時候享受到勝利的果實 那部分實現了之後 那心態就不一樣了 如果你心裡面已經開始在享受這件事情實現的樣子 那去做這件事情的動機就會變弱 我可能還蠻適合這個狀況的 所以說太早講出來就變得很難實現 比較像這一個啦 所以我如果講出來了 就會影響到我自己的操作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個問題啦 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有 那因為我不想要少賺 我因為不想要影響到我自己的操作 所以我不想講 所以我多花了一些時間去處理一下 這種交易心理的問題 所以才有上一集 然後跟接下來這一集 還順便看一些跟思考方式 那個邏輯的問題 那有幾個呢 我可能今天會講到 如果今天講不到 可能下一集會講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節目開頭嗎 都來看一下斗內留言 首先第一位 NWB 這都一個月以前了啦 感謝斗內 NWB 斗內台幣300塊 謝謝 看到NWB我就想到了 幹我跟你說 我 禮拜天 禮拜天 今天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的AirPods Pro 我想要把口罩拿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要把口罩拿下來 反正就那個時機點 我想要把口罩拿下來 口罩拿下來的瞬間 我就看到我的AirPods掉下來 在我面前掉下來 然後它就滾滾滾 掉到水溝裡面 滾滾滾 幹 超不爽耶 掉到水溝裡面就算了 那個還是那種 沒辦法看了 你知道嗎 圓形的洞 然後掉進去了 那個 可能要 怎麼說 如果我想要拿的話 我可能要把它 鑿開 才有辦法進去拿 那個時候 我就認真的想了一下 我想了7490幾個可能 到底有沒有什麼可能 我能夠把我的AirPods Pro 撿回來 就是我右邊耳朵掉下去而已 沒有左右都掉 沒有兩個都掉 也不是整個都掉下去 反正就是我右邊耳朵那個AirPods Pro 掉下去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認真的想了一下 到底誰有辦法救我 旁邊是警察局 我想說警察會幫我嗎 應該不會 應該是不會 打電話有機會嗎 應該沒機會 我那時候瞬間想要誰可以救我 你知道嗎 我只想要一個人 韓國瑜 就是 喔算了啦 可能要忍者龜可以幫我撿嗎 就掉下去了啦 超不爽 超級不爽 我到現在呢 我還 聲線這個陰霾 就這樣掉下去了 我想到我的AirPods Pro 躺在那個水溝的那個水裡面 我會覺得 哎 我要是可以代替他 啊不是 不是我代替他 反正就是我現在 我就是有點殘廢狀態 我就AirPods Pro 就剩下一邊 我只能聽一邊的聲音 然後另外一邊呢 那隔音就隔爽了 只隔一隻耳朵 不是兩個都隔 右邊呢就開放式 就聽外面的聲音 就只有聽左邊 我一開始用藍牙耳機的時候 也是只有聽一邊的耳朵啦 所以這個東西呢 要說不習慣嘛 也還算是蠻習慣的啦 只是就是呢 幹好想要把他撿回來哦 哎呦不能撿回來 然後要說買新的嗎 USB-C的那個AirPods Pro 現在台灣又還買不到 所以呢 要等了 好吧 算了 好啦那就這樣啊 好謝謝NWB 斗內300塊 感謝你 這樣呢 賣AirPods Pro又有 補貼到 感謝 好 那下一位 ZC ZC斗內台幣50塊 他說感謝損王分享 趕快下一集啊 幹趕快下一集 結果現在過了一個月才下一集 這是不好意思 少賺比賠錢還痛苦 經過這集剖析 比較可以理解了 看對沒賺到還挺損 真的很折磨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很折磨的話 最近的台股更折磨 一直在那邊抖來抖去 這傻小 熊抖還是牛抖 在那邊抖來抖去啊 那在台股在那邊抖來抖去的時候 雖然說 我有時候比較沒自信的時候 我會覺得 如果我有賺到一些錢 我講話會比較有自信一點 那最近呢 呃 損益就還好 可是呢 有一個東西讓我感覺到很有成就感 就是有時候 台股大跌個兩三百點的時候 欸 我沒有受傷 我沒有受傷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哦 好踏實 這樣 而且是 有預先準備的那一種沒有受傷 感覺就很舒服 就跌沒有跌到我 就很爽 部位在裡面 可是跌沒有跌到我 感到真的超爽 感覺跟賺錢一樣爽 那 拍誰啊 讓ZC呢 讓你等了一個月 哦 少賺比賠錢痛苦 那 少賺的感覺呢 真的像虧錢 哦 可是 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個 至少還是賺錢 有一個說法是這樣說的啦 是說 虧一萬的痛苦 好 你如果虧一萬塊啊 那個痛苦呢 你要用賺2.5萬的那個快樂 才有辦法等同的 這樣把它彌補過去 虧錢的痛苦 是賺錢的2到2.5倍 是這樣啊 行為經濟學的數 他們在講這種東西的時候 主要就是在強調 你會因為這樣 會出現損失區畢 哦 因為那個痛苦跟快樂的程度呢 虧錢是比較痛的2.5倍 所以你在賺錢的時候 你比較不容易感到快樂 可是呢 你很容易因為虧錢 覺得很痛苦 但是有些狀況之下 這件事情又是兩回事 你在套牢的時候 你在套很深的時候 那個虧錢 反而又沒有那麼痛苦了 會越虧越不痛苦 那上面那個 我先講回來上面這個 所以你在太常看盤的時候呢 天天看 24小時都在看 你如果部位在那邊 然後你很常看盤 你就很容易會忍不住 就把股票給賣掉 賣掉的同時 你又想要買新的 賣掉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賺一點點 就想要賣掉 比如說你買了三十幾萬 或者說買一百萬的部位 然後看到賺兩三千塊 你就覺得哦 有賺了 如果每天都可以這樣賺兩三千塊 那有多爽 那他稍微 比如說賺三千 然後再稍微掉下來一點點 變成剩下賺兩千 你就會想說啊 若貸為安 你就把它賣掉了 賺一點點就賣掉 或者說你趁還沒有虧 趕快把它賣掉 這個就是在講 損失區幣的時候 會特別講到的地方 可是呢這個現象 就僅限於輸贏 還沒有很多的情況之下 等到你輸贏超過20%的時候 那個狀況又變了 比如說賺20% 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想說 我要不要加碼 加碼之後很容易死 跌20%呢 這個時候你會想 我要不要貪貧 反正不管怎麼想 感覺好像都是把錢丟進去 很奇怪 你那種提早停利 都提早停利在什麼時候 大概就是賺大概5% 3%的時候 提早停利 可是超過20%的時候 你就開始會 你就開始會做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如果你直接把它賣掉 當然就賺20%對不對 可是通常這個時候 你就會聽到 你就會聽到 心裡面有一個聲音出來 就在想說 賺的時候要加碼 要趁勝追擊 有沒有 所以說等到你輸贏超過 有些人是15% 有些人是20% 那我自己大概覺得 我大概是20% 20%超出去之後 感覺狀況就變了 10%以內的賺賠 你會感覺自己像個小氣鬼 少賺一點點就不不高興 多虧一點點好像會死一樣 抱不住 如果說要賺大錢 那這種時候 你可能要運氣好一點 可能你剛買到的時候 你就瞬間 就給你噴掉十幾%以上 噴到那你來不及賣 你才有辦法賺到比較大的獲利 可是超過20% 你又開始會做一些怪怪的事情 把你的獲利全部都吃掉 可能 不然的話 你還沒有超過絕對領域之前 可能才剛賺5% 你就很急著要賣 跌5%你不一定會停損 可能你看到更想買的東西 有機會會把它賣掉 可是那個不算停損 就很難抓 如果你今天都只是靠心情在交易的話 你就會遇到這些問題 我自己是遇到這些 你是怎樣 我不太清楚 那我自己是發現說 常常是噴5%就很急著要賣 你賠的時候反而又相反 買了之後突然跌爛 跌超過10% 你會完全變成 變成另外一個人 10%以內你是小氣鬼 看起來超級輕鬆的 可是虧20%以上你就變殘狗 啊沒關係啊 反正我暫時用不到那些錢 我就先抱著再觀察一下 等他反彈之後再說 常常都這樣 那我發現呢 通常就是對我來說啦 只要超過20% 就很容易整個心態都變了 然後呢 損失就擴大 獲利不一定能夠擴大 因為獲利呢 很容易錄帶為安 可是損失呢 超級容易擴大 不然你那個獲利呢 應該怎麼說 獲利之後加碼 大賺的這種狀況 我很少遇到啦 我自己很少遇到 我通常都是第一筆下去 賺就是賺那樣 加碼以後常常都是賠回去 獲利掉光 損失擴大比較多啦 然後在那邊低階低階 然後越接越誇張這樣 跌20%以後 很容易就會開始各種凹 所以我自己在處理這方面的 心理問題的時候 我應該很早就已經過這一關了 所以我不太會出現這種問題 我通常都是呢 我不管怎麼貪啦 反正我只要跌超過10% 我就把它砍了 大家都是這樣 可是我以前的情況是 跌20%之後 我就開始在那邊凹 漲20%之後 反而會信心爆棚 信心爆棚的時候 通常都很危險啊 信心 起來了 你就開始相信說 我要趁身追擊 贏了要放大火力 要加碼 然後呢 通常這種情況呢 你就會在小小的回檔裡面 隨便拿一個小小的回檔 你就會把原本很漂亮的那個獲利呢 就輸光了 而且還倒賠 倒賠之後 你會不想認輸 不想認輸之後 他再繼續往下跌 可能跌到剩下20% 我不是說跌到剩下20% 應該是說 跌到虧損20%以上 你又會開始了 變成長矯 很會凹 很會撐 有錢還會想加碼 越輸越多 原本賺錢的玩到變倒賠 原本倒賠玩到變成虧超多 那今天這一集投資心理的下集 我們就是可以來稍微整理一下這些心理狀態 我不確定這一集講不講得完 因為很多 真的很多 就這個心理狀態呢 你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稍微檢查一下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裡面有沒有適合你的案例 有可能沒有包到啦 因為我們節目呢 也沒辦法太長 所以可能不一定有辦法 包到你的心理狀況 可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些常見的 其他人也有的心理狀況 你大概有包含到哪一些 節目開始之前 我先提醒一下 對節目還沒開始 我先提醒一下 本節目中使用的你 只是假設而已 這個你也有可能是我 通常是我 如果你覺得聽完了以後 被靈魂拷問很不舒服 那你就當作呢 這些全部都是在講我 就可以了好不好 不要跑來留一心留言 懲罰我 雖然我不一定會很在意啦 可是呢 我不喜歡看到那個 也沒差 你想留一心就留一心了 沒問題 沒關系 還有就是 如果你覺得自己啊 目前的這一切 你的操作什麼的 你都覺得很舒服 你覺得你不需要改變 那你在聽的時候 你就參考就好了 你有賺錢你就繼續賺啦 在那邊換什麼 不要在那邊換新招不用 你現在這一招很好用 你就繼續賺 你就多賺一點 賺很多就來抖內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來聽這種負能量很強的節目 沒有關係 好OK 那為了防止節目呢 太濃 我講輕鬆一點 不要讓它太濃 我有時候在聽 都會覺得節目太濃 就是小編跟我提醒過之後 我自己在聽 我也會發現 哎呦 有點濃 如果不太專心聽的話 會有一些重點跑掉 好開始喔 我在看書的時候啊 有看到它整理很多 一些你在教育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的一些思考模式的問題 你平常可能不一定有注意到 可是你一定有犯過這些錯誤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好 那有一些呢 我把它拿掉了 因為我覺得沒有很有共鳴 我就把它拿掉了 我只留下 我只留下我自己覺得有feel的部分 好那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是啟發法 啟發法這個名字呢 比較沒有辦法顧名思義 所以你可能會不太懂啟發法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意思是講說 你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會想要省時省力 所以你就盡量 直接了當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為了要縮短思考的時間 為了要減輕心理的負荷 你就會把那些大量的數據把它省略掉 你就可以有辦法快速有效的處理那些問題 人在面對複雜或者是困難的決策的時候 你就會用這種簡單的經驗法則 所以重點是在 簡單的經驗法則 而且尤其是你自己的經驗 你就會用你自己的經驗來以偏概全 去解決那些問題 然後做決策 這個情況主要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主要發生在 你遇到不確定跟高風險的情況之下 什麼時候不確定 我們現在都鎖定在操盤 應該不要講操盤了 講看盤 你在看盤的時候 決定你要不要去做交易 決定你要不要賣出 你要不要躲 你要不要加碼 你在這時候呢 就算是這種不確定跟高風險的情況之下 通常是應該要很少遇到這種狀況 可是呢 你當遇到不確定跟高風險的情況之下 你會幹嘛 你就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自動的去應用啟發法 或者說呢 這個叫什麼 我看一下 這叫做心理捷徑 你就盡量的運用這個東西 然後 快速的做出一個決定 那 因為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常常會導致很嚴重的失誤 然後跟很高昂的代價 付出去 主要是這樣 那你交易的時候一定會有風險 而且 心裡面一定要知道說交易的結果 絕對是不確定的 那如果說你是那種打游擊戰的 瞬間做出很多決定的這一種 都沒有先做好準備 然後就 看到什麼做什麼 那當你今天遇到複雜的狀況的時候 你就會為了要貪圖方便 你就走心理捷徑 那這時候就會引起失誤 做出不明智的交易決策 那績效就變爛 所以這個是我看到的那個第一個 這些東西在書裡面叫做心理盲點 當你今天掉到心理盲點裡面的時候 你學到的那些什麼分析 不管是基本面還是技術技巧 那一刻就完全失效 那這個就是交易心理學裡面最重要的內容 就是告訴你說 你是怎麼想的 你要知道 好那我這邊有準備一個小小的測試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有多麼容易會運用到心理結晶 有些人不會中招 有些人會中招 那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現在是在開車 那你就不要 嗯你就聽聽就好了 你不要認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萬一你分心了就起來喝 那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要說呢 這種心理盲點 跟你的交易呢 真的是息息相關 那 講一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的例子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講主要的那個題目 我準備來這個題目 我先問你 1加1乘以2等於多少 來馬上回答 1加1乘以2等於多少 這個我小學的時候被問過 然後我就答錯了 第一時間呢 你的腦中處理的方法應該是 1把它加上1 然後變成2了對不對 2再乘以2 你就會變成4 好所以很多人會答4 啊我有遇過那種答2的啦 答2的我就不知道他腦子到底有什麼問題啦 反正正常人應該是第一時間會答4 啊可是呢 因為先乘除後加減的關係 所以1加1乘以2 你要先把1乘以2 然後再加上1 答案是3 所以這一題大家都會 所以他就沒有那麼好玩 可是呢 你也知道1加1乘以2 後面藏了一個先乘除後加減 這個就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在第一時間回答 回答出4 你就是走了一個心理捷徑 你由左至右的去算 你先把1加1算完了 然後你再把它乘以2 所以你就會給出答案是4 這就是跟心理捷徑有關 好那接下來我要問一個 比較難一點點的問題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好啊那個測試過程中 麻煩大家盡量 早一點回答 快速回答 好不好 問題要講了喔 你可以測試看看 你有沒有這個 你有沒有運用到心理捷徑 問題是這樣的 一個球拍 跟一個球 不過你先不要管什麼球啦 反正就是有球拍跟球 球拍比較貴 球比較便宜 球拍跟球加起來總共110塊 球拍比球還要貴100塊 那請問一下球拍跟球各是多少錢 我來講一次喔 一個球拍跟一個球總共是110塊 球拍比球還要貴100塊 請問一下球拍多少錢 球多少錢 3 2 1 好你的答案是不是 是球拍100塊 球10塊 對不對 如果你的答案是球拍100塊 球10塊的話 那你錯了 我剛剛說球拍比球還要貴100塊 你如果第一時間想到球拍100塊 球是10塊 那你只是處理到了球拍跟球 一共是110塊 可是後面這個球拍必須要比球貴100塊 你就沒有滿足到這個條件 球拍如果100塊球是10塊的話 那這樣的話 他們兩個的差距是90塊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其實是 球拍105 球呢 5塊 那這樣的話才有辦法符合兩個條件 那你答對了嗎 這一題我是答對啦 就算我答對 我想了有點久 因為我多想了一個問題 有些人可以快速的秒答 球拍100 球10塊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快 因為他少算一題 那就算你答錯也沒關係啦 你答錯不用感到羞愧 事實上啊 研究人員讓美國的一些名牌大學 包括什麼普林斯頓大學 跟哈佛大學 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 去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答對的機率不超過60% 所以說這個不是一個 跟智商高低有關的問題 他只是在跟你說 我們在思考複雜問題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天然的局限性 你回想一下你在知道正確答案之前 你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 第一個問題問下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馬上就想到 10塊錢的這個答案 就是10跟100的這個答案 我在答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一開始我也是想到100跟10塊 腦中非常快速就冒出了這個答案 然後呢 馬上就接受了這個答案 可是呢 我是有去稍微檢查了一下 後面那一題 因為進一步思考之後 去想 球拍比球還要貴100塊 如果是100跟10塊的話 那就不是了 所以多過了一層 多慢了一點點 那 如果說你是想 想都不想直接就答出100跟10塊的話 那表示說 正常 你是一個正常人 沒錯 大家都是這樣的 腦中冒出答案之後呢 你會開始對答案感到滿意 然後你就停止思考了 你就想要把答案交出去了 不會想要再進一步檢查一下 這個就是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大部分人的體驗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心智呢 會衝動找到一個錯誤的答案 那有答案了之後 你就不要再 你就不會再進一步思考了 這個就是一個心理盲點 我們心智上面就接受一個 看起來好像很可信的答案 然後你就不會再去檢查了 那這邊有值得留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 很快就把答案交出來的這些人 他們會覺得呢 這一題很簡單 因為他們沒有費多少力氣 就得出了這個答案 但是答對的那些人呢 他們反而覺得這一題有陷阱 他們需要努力想一下下 才能夠想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這一題呢 其實並沒有到很簡單 好 在研究裡面顯示是這樣啦 就是回答正確的人 他們反而會覺得這一題呢 有一點點棘手 好 那你剛剛在這一題裡面 你就其實就運用到 直覺思維 是剛剛講的 心理捷徑呢 你在衝動的當下 就把它交出來 你在交易的時候 也會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你看到某一些訊號 你會看到突破了 看到粗量了 也不一定啦 不一定說突破粗量 就一定會接下來會漲嘛 對不對 可是當你看到某一些情況 哦呦今天買氣很強哦 你就衝進去了 這種時候 他其實是直覺思維 讓你去做了這件 這個動作 我們會毫不費力的 就把直覺 直覺思維把它啟動了 馬上得到答案 那你這個時候就是被你的直覺 控制住了 你是一點謹慎都沒有 你在交易的時候呢 如果做這件事情 他就會有一點點危險 那在這邊我們就是 簡單的把你的思維 鎖住了兩種 一個叫做直覺 另外一個是謹慎 直覺很快 謹慎會稍微慢一點點 那在緊急狀況的時候 當然直覺是最容易派上用場 他的占比是最大的 那個謹慎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通常如果你想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盤中的時候 你可以用直覺沒有問題 可是呢 在盤後 就是盤不動的時候 你就去啟動你的審慎思維 你去檢查 你去復盤 然後你去提早做出一些 你自己的預測 你的交易規劃 那你就可以防止呢 直覺害你虧欠 好那我再把這個問題簡化一點 就是你在盤中的時候 你也會技術分析 你在盤後的時候也會技術分析 可是你盡量把這個技術分析的工作 放到盤後去做 不要在盤中的時候分析 因為盤中 你的直覺可能會因為辨識出某一種型態 你就衝進去了 可是你盤後又回來看 你可能會發現 你直覺做出了這一筆交易 可能並沒有這麼好 你隔天呢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很理智的 把這一筆沒有這麼好的交易 把它砍掉的話 我們先不管賺賠喔 反正呢 你事後檢討你覺得說這一筆不好 你其實就應該把它砍了 但是你有可能會想拗 你不想跑 你不想跑的理由 可能有白白走啊 那我是不管啊 我只是要說呢 你的直覺 在盤中跳動的時候非常容易出現 那你如果想要讓你的直覺 不要牽著你的鼻子走 你最好就是要多運用省慎的思維 可是偏偏省慎思維在盤中的時候不容易做使用 所以呢 省慎思維最好是在交易之前 你在做規劃的時候 你在做檢討的時候 你先想辦法模擬好各種劇本 看你是要先寫好 還是拿一張紙把它貼在旁邊 去提醒那個 在使用直覺思維的那個盤中的那個自己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比較不會出事 因為如果你都使用直覺的話 你直覺怎樣都對 你會發現一個突破 怎麼解釋都對 一個跌破 就像老王講的那樣 如果能夠站上十日線嗎 還是五日線 如果他能夠在十日線以上都沒有破的話 這個叫做什麼 四海遊龍 如果今天十日線破了以後 那叫什麼 那就是四面楚歌 有沒有 所以怎樣都對啊 突破也對嘛 跌爛也對嘛 你技術分析怎樣講都對 可是呢 你就盡量是先想好劇本 然後再來處理 如果你盤中一直使用直覺來交易的話 你這就叫做隨機交易 隨機交易就算對了 就算你今天真的賺錢了 你也不好複製 因為你並沒有一套 簡單的邏輯 跟簡單的怎麼說 固定的模式 如果你有一套固定的模式 你這一次賺錢 你才知道你這個模式是對的嗎 你才有辦法在下一次的時候 去複製你的上一個成功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隨機交易 那你獲得的那個賺錢 它就叫隨機報酬 你如果對這種隨機報酬上癮 那你的交易就是在那邊亂走 你比隨機漫步還要嚴重 懂嗎 因為你全部都是靠直覺 漲的時候也會怕 啊疊的時候也會怕 就是這個樣子 好這個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好第一個講完了 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呢 是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 這個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 在你在看盤的時候 或者說你在做一些復盤 盤後檢討的時候 它一直會在你的心裡面動來動去啊 這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的 你可能在別的書裡面看過了 可是我這邊就簡單講一下 我個人對這兩個東西的理解 可能你比較常聽到的是靜音效應 不是手音效應 可是這兩個東西要放在一起講 手音效應簡單講就是第一印象 這個東西在老手 或者說看股票看了一段時間的人 它比較容易存在這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啦 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 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是這樣的 你在丟銅板的時候 它是不是只有兩邊 一個是正面 另外一個是反面嘛 那正面跟反面呢 它的機率都是一半一半 那如果今天你看到 你在丟銅板喔 你在無限測試 你在丟很多次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看到 連續出現20幾次的正面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下一次出現正面的機率比較高 沒錯吧 當你今天看到連續出現20次 它當然啦 你這個靜音效應會很明顯 會覺得說下一次可能也是正面 為什麼 可能這一枚硬幣它的材質 並沒有到很均勻 然後呢 讓出現正面的機率比較高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 只是我們先撇除掉那個材質 可能不均勻 先鎖定說這兩個一定都是 正面跟反面的機率是50% 50% 那這個靜音效應為什麼會很明顯呢 因為你一直頻繁的看到正面一直出現 所以這個靜音效應就非常的明顯 好 那手音效應又是什麼 剛剛講說它是第一印象嘛 你今天對一支股票 它會擁有一個第一印象 比如說 宏達電 你今天進到股市裡面來 你從一開始的時候就看到 宏達電它一直就是這麼的軟爛 你對它的第一印象就是 這是一間爛公司 它的股票呢 白癡才會買 這個就是手音效應 你對它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什麼手音效應呢 台積電 你進來之後看到台積電 它一直就是在500 600 好 那你對它的第一印象就是 這個是一間護國神山 很棒的公司 手音效應就這個時候就這樣出現了 之後呢 它如果說你看到台積電跌停 你會覺得這是一間好公司 它正在怎麼說 摔倒了 那跌倒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扶它一下 跌倒的時候可能就是價值浮現 這是你的手音效應比較強烈的表現 那什麼是靜音效應呢 比如說偽創 偽創一直以來 大家覺得我們對它的手音效應就是 它是大牛股 它是那種比較牛皮的股票啦 平常呢可能就是那種 想要它的鼓勵的 想要長期投資存股的 可能就會去存偽創對不對 那對它的手音效應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它今天長起來的時候 你還是手音效應存在 還是會覺得說 它就是那種大牛股嘛 那突然噴起來的時候 哎呀不用再插小它啦 它就是偶爾噴一下嘛 比如說 我們一個說法是這樣的啦 當你今天看到望虹噴起來 只有新手才會興奮 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有沒有人看到望虹噴起來是會興奮的 很少 望虹噴起來 哎 看你要不要空 不要空的話就是不要理它 反正它再噴也不會噴到哪裡去 這個就是手音效應對你的影響 那後來我們也看到偽創噴成怎樣 就噴到很誇張好幾倍就這樣上去了 那後面呢看到偽創那個很高的價格 還會想要去追那可能就是靜音效應 這個靜音效應不一定是你對它的最後一次印象 或者是最近的一次的這個印象 因為大部分的講法都講說靜音效應 就是最近一次的印象 它可能是最近的這幾次印象的所有疊加 那就是靜音效應 你看到偽創一直漲 你可能就會覺得 那它接下來明天可能也會再漲 後天可能也會再漲 這就是靜音效應的發揮 那假如說這兩個東西呢 你沒有辦法在覆盤的時候好好的去用你的審慎思維去評論它 去評價它 而是你在盤中的時候只靠你的直覺 那這兩個東西可能就會害你了 對下一根K線有一些奇怪的想像 關於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的比較詳細的東西 我會在show notes那邊附上一個連結 那邊呢他有跟你詳細的講說 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 它最主要的研究方面呢 他就是在講說 這兩個東西的發揮跟時間非常的有關係 然後也跟這個人 他的思考是比較頭腦簡單 還是呢他是屬於比較謹慎型的也有關 在不一樣的人身上 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會有不一樣的發揮 那在你腦衝之前 你可能就要考慮 這兩個東西呢 對你自己的影響 我不是說你應該要把情緒拋掉 把情緒壓住 交易的時候不能夠有情緒 你可以有情緒 情緒呢他就是當做一個參考訊號 情緒是一種訊號 他不應該是你的全部 當情緒是你的全部的時候會很危險 因為你就是在隨機交易 可是呢當你完全把情緒都屏蔽掉的話 你又少了一個偵測器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啦 所以第二個呢就是講 手音效應跟靜音效應對大家的影響 你在看一隻標的走勢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去被這兩個東西影響到 主要是這樣 所以剛剛講的兩個嘛 一個叫做啟發法 心理捷徑 直覺思維跟 直覺思維跟神聖思維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靜音效應跟手音效應 這兩個是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比較常會陷入盲點的部分 所以我就另外抓 不是另外 我特別抓這兩個 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我本來今天還想要講一個先射見後話吧 這個東西就是在講說 人們在做出假設之後 他會傾向於找東西來確認你自己的假設 就好像你今天買了一隻股票 買了以後 你會想要盡量的去找他的好消息 比如說你看完籌碼之後看到 哎呦 凱基台北買了 凱基領口買了 那你就會說壯膽 壯膽 那或者說 當你今天看到電視上面 哪一台的頭顧也在講 說你看那個老師跟我看的一樣 你就會想要找東西來幫自己壯膽 這個就是說你做出假設 或者說你今天做出決定之後 你就會想辦法去找東西來 support 自己的假設 而不是你去找東西來證違 來推翻你自己的假設 這就是先射見後話吧 那你如果說你想要避免掉這個東西 你就是在你做出決定之後 做出假設之後 你去觀察一下 你看你有沒有這個心態一直在出現 有的話呢 你就有辦法避免衝動上車 因為你上車了之後 開始在那邊找理由看好 雖然說古矮是不是有講過 他說先上車之後再研究 可是你的研究呢 應該要客觀一點 而不是說你研究是在找 看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一些 讓我可以壯膽的理由 那這個部分展開講的話有點太多了 我打算下一集再跟大家講這個部分 那今天這一集主要是要講說 教育心理學的關鍵 它不在於控制你的情緒 而是你要觀察你的情緒 你是要了解你的心智是怎麼樣運作的 了解了以後比較不會腦衝 那這個自我檢查的這個部分呢 不是在盤中做的 而是在盤後或者是在盤前來做的 你越有規劃你就越不會被直覺牽著走 好再來再講一個我自己很常犯的錯誤 就是後見知名偏差 我整理出了也不是我整理的 是別人整理的 整理出三個層面跟後見知名偏差有關的認知失誤 第一個就是你的記憶其實並沒有到這麼完整 你常常會記錯 你會記錯那個發生的原因 然後跟那個結果 你記得很清楚的東西通常都只是片段而已 然後呢你還會相信自己早就預測到的那個結果 可是事實不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 這是後見知名偏誤的三個層面的第一個 然後再來第二個 你很容易在回顧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很相信這件事情會發生的原因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你會覺得說在過程中你就能夠觀察到這個結果的出現 可是其實你是事後看才是這個樣子 在當下你根本就看不出來 好那藉由前面那兩個你就能夠判斷出第三個 你就會覺得說結果是有辦法事先預測的 當你今天陷入後見知名偏差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性去回憶到那些訊息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1930經濟大蕭條 我沒有很清楚記到那個年份 我只是說你講到1930就想到大蕭條 那大蕭條的原因大家都會講 那那個原因真的有這麼單純嗎 如果今天真的把你丟回去大蕭條那個時候 你真的看得出來大蕭條嗎 我是說你帶著現在的記憶 可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然後你回去看 你真的能夠清楚的抓準什麼時候要大蕭條嗎 你帶著這個記憶回去 你可能就會變成末日博士 人家在那邊嗨人家在那邊賺賺爛了 結果你就在那邊喊崩盤 最後真的被你喊中了 可是你什麼錢都沒有賺到 當你陷入後見知名偏差的時候 你會選擇性的去回憶某一些訊息 你只記得那個重要的部分 可是中間的過程你不一定懂 然後再讓你來一次你不一定能夠抓到 這也是我們現在為什麼都抓不到接下來要幹嘛 會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說你今天念了很多書 你超級的專業 可是你也不一定能夠懂 這是後見知名偏差 有時候你知道的那個故事是你自己編的 然後你自己跟自己解釋 那個前因後果 可是你如果勇敢一點把它講出來 你就會發現很多人跑來打臉你 跟你說那個時候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那個打臉你的那些人 他們又不一定是對的 因為他們自己也有這種後見知名偏差 反正結果倒回來就是跟你說 你會覺得看歷史事件有辦法預測到未來 但是其實很難 是很複雜的 一件事情會發生 它是有各個東西 全部同時發生所導致的 它是一個複合性的結果 而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 可是你在交易裡面 你常常就是要面對那種很模靈兩可的行情 不是嗎 那如果說你今天陷入後見知名偏差 你在市場漲的之後 你去回顧當初 你就會隨便找一個你有觀察到的事情 然後就說 欸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漲了 那疊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就覺得說欸那訊號明明就很清晰 為什麼大家都看不出來 不是大家都看不出來 是你沒有認識到所有人 你如果認識到大家 你就知道有些人也是有看得出來 只是你不認識他而已 當你今天呢 這個後見知名偏差 在你的心裡面 過於強大之後 你就會把那些雜訊都把它濾掉 然後只留下你喜歡的部分 然後選擇性的支持那些可能看掌的訊息 下一次你在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欸上一次看到這個 所以大掌 下一次我再看到這個 好我要all in 好那事情就發生了 然後你因為浮現出這樣的想法感觉 你就覺得說我咋的在啊 我早就知道接下來會怎樣呢 那後見知名偏差就牽著你去做蠢師 好那書裡面也有整理說 後見知名偏差可能會造成哪些很嚴重的後果 第一個後見知名偏差對你的影響呢 就是你會因為產生了這個偏差 然後呢你感覺到後悔 什麼後悔 我明明就看出來這個了 可是我卻沒有勇敢的去做 所以我少賺到這個錢 少賺又是你的錯 所以你就覺得我下一次在看到的時候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本來看到這個了 我本來可以怎樣然後結果我沒有做 本來可以抓住一波大好行情 結果卻因為為了害怕 就沒有賺到 你就會很懊惱 這個懊惱越搶 下一次你做蠢師的那個部位就會越大 好那剛剛講的第一個嘛 那接下來我們講第二個 後見知名偏差還會怎樣呢 它會妨礙你的學習 你就覺得說你早就知道了 你沒辦法去學習到發生這件事情 真正的原由是什麼 你會盡量過濾那些雜訊 你會開始在那邊化繁為簡 就是你會失去檢討能力啦 你會突然覺得說市場的漲跌 那個理由是非常明顯 很容易發現 然後你就不會費心的去檢討 也不會費心自我改善跟研究以後的行情 那你對走勢的判斷呢 你就會充滿了偏見 那網路上呢你就會很容易看到 有些人在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出現這種狀況 他就覺得說這樣就這樣 有可能真的被他看對了 看對了之後他會說我早就講了 而且這種東西不是只有發生在網友身上 也會發生在某些KOL的身上 比如說看到破裏翻之後就怎樣 看到M頭之後就怎樣 你哪知道你為什麼知道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你確定嗎 我一直都是不確定的啦 所以呢我都沒辦法壓太大的部位啦 可是有些人就是因為 在這種情況之下壓了很大的部位 然後就賺到錢了 那這個也很難說啦 所以最近不是有那種 很多董王在那邊酸TLT嗎 也不是說酸啦 就是被他們講中了嘛 就是他們講到說 高值利率會一直是一種新的常態 通常新的常態都不會出現 通常啦 因為在我印象中啦 我講這種話感覺就很像很不嚴謹對不對 可是呢就是 在我看到的那些案例裡面 新常態不容易出現 可是也有一個很明顯的新常態 就出現了發生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什麼新常態 就是零利率時代嘛 這個就是一個新常態嘛 新常態也是有發生的 可是呢通常人家新聞上面在講 可能會出現新常態發生的幾率不高 比如說高油價時代會是一個新常態 那後來你是不是有看到油價是不是跌下來了 那最近是誰在轉 最近就是看空債券的人在轉 他們會跟你說 那訊號明明就很明顯 為什麼一堆白痴跑去買長天期的美債 對不對 他可能會拿出一些很專業的東西來跟你講 專業到你看不懂 可是呢我其實還是會偏向於認為 他們沒有預測能力 怎麼說他可以講的很專業沒有錯 他可以講的讓你覺得沒有辦法頂嘴 可是呢我都會告訴我自己說 他雖然看起來很拽 可是呢他其實沒有預測能力 你想一下喔 應該蠻多人在去年的時候 也不是說去年啦 就是在AI還沒有噴起來的時候 應該蠻多人都會講說 欸0050跟0056誰比較好 很明顯0050比較好 這種全執行的ETF就會比那種 有固定策略的會還要好一點 0050會優於0056 可是最近你就看到0056特別拽 為什麼 因為他有包到AI的那些股票嗎 剛好噴的那幾支就是高股息會去買的標的嗎 所以你如果不是爭吵的主要那兩邊 就是你如果不是0050派的 你也不是0056派的 你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你就是看到 欸0056的那群人就拽起來了 我就跟你說吧 0056比0050好什麼的 可是呢你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他就是剛好包到AI而已嘛 所以他就長起來了嘛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會不會覺得 0050的那些指數派的 他可能平常在講0050 為什麼比0056好的時候 講的那些回撤啊 回撤起來都很有道理 但是呢他在今年 0056就贏了0050 那我舉這個例子只是要跟大家說 你現在看到那些債券的人很帥 在那邊講說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對這個時候我會選擇閉嘴 為什麼要選擇閉嘴 因為我會覺得說你不要跟我講那些很專業的東西啊 你乾脆跟我講你現在買的是什麼 不然你現在買什麼嗎 你沒有告訴我嗎 你沒有告訴我的話好 你現在就是在見列欣喜 也不是說見列欣喜 這叫什麼 這個叫做當我的預測實現了 我會想要出來收割 就是這樣的感覺 你看像我預測JPEG會倒對不對 我沒有預測他會倒 我只是說他會爆炸 我只是說他會出事 出事有多大我不知道 他對大家的影響有多大 我也不知道 可是當我當今天JPEG他真的倒了 然後呢 我有看到那個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就有些人跑來說 先知來朝聖有沒有 你可以去看啊 就出現了幾個 可是也沒有很多個 對不對 因為這個收割的人不只有我 我並沒有出來收割 原因是因為什麼 我我知道那個危險 我躲掉了 但是我也沒有做什麼東西 因為我預測正確而賺到什麼錢 我相信那些覺得說高利率會維持很久 Higher for longer有沒有 覺得說這個東西會維持很久的人 然後在那邊算說買TLT人是白癡的這些人 他們也只是剛好預測正確 然後TLT真的跌下來 他們是出來收割的而已 你今天沒有把你的部位露出來告訴我說 你現在在做什麼 那就表示說你現在也只是出來剪尾刀而已 你並沒有辦法預測說接下來是怎樣 搞不好TLT之後又再漲上去 然後到100 那也很難說 你要不要買 你可以買 因為他們有可能會錯 他們只是前面有預測到的一個東西 他可能出來在那邊挨 然後挨完之後 講了他之前有講 所以他出來在那邊收割 就這樣而已 他之後也不知道會不會再彈上去 啊不然你去空TLT啊 我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啊 可能呢這個商品他不是一個最好的商品 可是他可不可以買 當他跌的時候 你就是能夠買的比較便宜嗎 你要不要買你是可以買的 你評估之後你覺得可以買你就買 好那賺賠自己承擔 只是呢你不要被那一些 看起來好像很聰明的人的分析 被他嚇到 看起來很聰明的人 是不是有一個例子 比如說Gamer 對不對 Gamer他看起來就是 喔好聰明喔 我的分析都比其他分析師還要好 那些其他分析師全部都是北七 可是他的標的呢 他的標的真的會讓你賺錢嗎 欸不一定 這個我們下一集會再講啊 就是每一個大師講的話 可能會有衝突 可能會有矛盾 但是他們的招式不一樣喔 他們真的都有賺錢喔 可能他們的招式呢 跟他們的心態 欸不是說心態 跟他們的中心思想可能是有衝突的 但是他們還是能夠賺錢 你是錯的 你還是有辦法賺錢 你是對的 你卻不一定能夠賺錢 那個跟你的心態 跟操作邏輯有關係 反而呢 跟你的中心思想不一定有關 那你看那些買0056的 不是都賺錢嗎 啊不是都很拽嗎 啊對啊 他可以拽啊 因為他有些地方 他的心態是對的啊 所以他有辦法賺啊 對不對 雖然說他買的標的沒有到這麼好 但是呢 他敢在低的時候接啊 他的核心邏輯可能是錯的 但是呢 他某一些地方有做對了 而且他防守得當 他就有辦法賺到這些錢 就算他是錯的 他還是賺到了 齁 所以 欸這個東西我本來是不太敢講 我之前 我之前不是在那個Facebook發一個東西 我真的不敢把臉伸出來讓大家打 我怕 我怕被打臉 你不要看我這樣講話很擊敗 我真的很怕被打臉 所以呢 我在不該把頭伸出來 不是頭啦 臉啊 我在不該把臉伸出來的時候 我是不會把臉伸出來的 可是我現在就是跟大家講這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看他好像很聰明 他之後的預測就會對 沒有 聰不聰明跟預測會不會正確 他是兩回事 齁 所以呢 你拿著TLT的人 你的虧損也沒有到非常大吧 比如說你100買的 現在跌到大概84 85 他也沒有到跌非常多 反而你在高點追偽創的 這樣跌下來也很多啊 高點追創意的跌下來 喔那比這個TLT多太多了 可是這些爆TLT的人 想說這個當做美在長期不未持有的人 這一陣子被嘴的這麼嚴重 我是覺得沒有到這麼誇張 因為他的虧損沒有到這麼大 那些人只是想要收割而已 我覺得是這樣 你覺得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不覺得他們有預測能力 他們只是出來讓你覺得說 喔他好聰明喔 你不要因為一個人很聰明 你就相信他之後講的東西是對的 不要跟自己的錢過不去 他們不一定會對 他們只是能夠把書裡面的東西講得很棒 那這是學術上的東西 不是食物上的東西 對吧 你可能錯 但是呢你可能錯了 卻又賺了 那很難說 好啦我就 我就碎碎唸到這邊就好了啦 然後然後我接下來繼續講喔 如果說交易者他採用了一個 過於複雜的交易系統 太複雜反而不好 比如說你索羅斯也學 巴菲特也學 蒙格你也學 然後那個 那一本叫什麼 超級績效的作者你也學 什麼東西你都學了 什麼東西你都當做基本教育 然後去把它列在你的那個便條紙上 好 你的交易系統就會非常的複雜 太複雜的話你就容易癱瘓 那癱瘓之後你就沒有辦法建倉 因為這樣也對 這樣也對 然後全部合起來看 什麼都不對 太多指標了 你用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他會相互矛盾 那這些相互矛盾的訊號互相抵銷 你什麼東西都不能買 你就會錯過一大堆的獲利 你應該把這些東西看作好幾套邏輯 就是他們在講的策略 好幾個策略在跑 那你不要全部合在一起變成一套策略 而是你可以分開處理 然後看哪一套策略在這個時候發揮的比較好 那這樣做的話呢 你就不會說沒有辦法建倉 這套邏輯就這樣用 那套邏輯就那個方法 分開來使用 不要全部合在一起用 參在一起 他不會變成殺牛牛丸 OK 反正看完這些之後呢 我是我不是變複雜了啦 我覺得我反而是變簡單了 就本來會想很多的東西 我就盡量把它刪到非常簡單 因為它就是一個減法 這樣慢慢減下來 它越來越簡單 我也有發現一件事就是 那些看起來好像很猛的人 他其實做的東西呢偏簡單 複雜的地方反而是在心態的部分 會稍微複雜一點 可是在他的操作跟他的進場邏輯 反而是還蠻簡單的 那這個也合理啦 你只要遵循一個對你自己有用的 然後你研究過的方法 然後你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到底是對還是錯 你可以改答案 那這個時候你就腳踏實地了 你就有辦法呢 重複的揮出這個拳 就你不要在那邊隨機亂放招 你就固定的招 那你招式固定了之後 你就知道這一招對還是不對 好不好 好不好當然是自己承擔啦 可是你只要有停損的話 什麼東西都OK 再爛的招有停損都不會讓你傷到太深 只要市場行情符合你的條件 你就可以行動了 才不會說你什麼都不動 什麼都不動 那不管你再怎麼看對 你也都賺不到錢嗎 不是嗎 操作盡量簡單 那其他時間你就可以拿來不斷的去研究市場 研究別人的行為 然後去觀察說別人在想什麼 那些看起來很強的KOL 他們也是人啊 他們也會因為賺到錢開始在那邊拽 拽了之後呢 他也會掉下來對不對 那你就不要在他拽的時候 比如說你他今天賺了一筆超級大的 他就會做出下一個預測 下一個預測他會特別的有信心 那你就不要跟著他一起特別有信心嘛 你該停損的時候你還是要停損啊 而不是呢你跟他一起套牢 然後等到下來之後他在那邊信心喊話 你還充滿了信心啊再繼續加 不是 你就算今天跟大佬的單 你也要做好停損 然後呢你有賺了你想跑你也可以跑 搞不好大佬在套牢的時候你早就跑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就很棒 你就要依照自己的遊戲規則來玩 然後呢你在研究的過程裡面 不斷的去回顧你自己的決策跟所有的行動 因為越簡單你就越好回顧 你越固定你越有自己的原則 你就能夠知道你自己的原則是對還是錯 那這些呢就可以變成你做交易的一個矛定 那就很有價值 你要先有立足點啦 好啊那如果說呢你聽到上面的這一些 然後覺得很囉嗦 好像我今天用了幾個瓜 應該沒有幾個 瓜是剪輯師在放的啦 要不要放瓜是他決定的不是我決定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聽到上面的這一些 你真的覺得很囉嗦 好啊沒關係啊那算了 你就聽下面的這一個就好了 好這個算是我找到這一集的 我說我剛剛說拼圖的最後一塊嘛對不對 112集之所以卡這麼久 就是因為我找不到要怎麼收這一集 答案其實就在停損 可是我這一集可能講不完 我只是要說最後一塊拼圖呢 搞不好會再切在下一集 我下一集我先預告一下 我就是要講跟虧損有關的事情 你會不會賺錢跟你的操作策略 其實沒有關係 跟你的標的好不好 股票有沒有很標其實也沒有關係 跟你的門派派別也沒有關係 那當然啦跟你的技術分析力不厲害 還是你的基本面厲害 這個也沒有關係 然後啊可能有人會跟你說 最重要的是執行你的交易計畫 對不對 應該蠻多人這樣講的吧 你要有交易計畫 你要執行你的交易計畫 其實這個交易計畫就是你要先想好就對了 你要在你還冷靜的時候你先想好 而不是說呢你去用PPT 然後弄了一大堆的交易計畫 還是說在Excel上面列了一堆交易計畫不用 你其實是在你冷靜的時候你先想好 這個就是交易計畫了 然後呢不論你的策略是怎樣 不管市場怎麼變化 你遵循你的計畫保持耐心 這就是取得成功的關鍵 這是可能有人會這樣跟你講對不對 可是我不是要講這個 我要講的是別的 我只是要跟你說不用太聰明 剛剛就有嘴過一些董王了對不對 你看那些董王 什麼什麼自己建模型啊 量化 回測啊 凱莉公司 我的MDD多少 所以要買哪一支 所以你今天績下有沒有贏大盤 也不會講啊 就像我我也不會講對不對 我不會講 我如果講出來會影響到我自己 他們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 我只是要說你講那麼多講的那麼帥 你買什麼 你績下有沒有贏大盤 你又不是要跟他們拼學問的 所以你不用管這一些 看不懂沒關係 看懂又不一定會賺錢 他們在那邊辯論他們家的事情 反正他們在那邊辯論到死也沒有人會贏 對吧 對啊沒有人會贏啊 那算穩主的嗎 應該算穩主的 穩主的吵架是沒有盡頭的 怎麼講都可以偷換概念嘛 怎麼講都可以把前提假設把它換掉 換掉之後前提 前提假設跟定義的部分把它換掉之後 答案又不一樣了 他們永遠吵不完啊 他們辯論到死都沒有人會贏啊 反正你就是散戶嘛 散戶有散戶的優勢 散戶的最大優勢就是靈活 反正他們在那邊吵架跟你屁事 躲起來就好了 靈活一點沒有關係 我們不用加入戰局 就這樣 他帥就隨便他帥 沒關係 可是他講的東西我們還是要小心 他講的東西會錯 他學術方面的會對啦 可是他預測可能會錯啦 你就不用太聰明 沒有關係啦 你看有些書會說技術分析沒有用嘛 有些技術分析的書會說 技術分析很有用嘛 假如說你今天看到一本 然後覺得說講的好棒喔 然後你覺得很有共鳴 有一本書他就說技術分析沒有用 結果你就聽進去了 你就開始專注於基本面 從此都再也不看技術分析 跌下來你也沒在管了 你就直接買 那你就上當了 因為呢 你現在是基本教育派的嘛 那你哪一天看到技術分析 純粹只做技術分析 你跟我講那些我全部都不懂 我甚至不知道這間公司 到底在做什麼的 然後他只做技術分析 你看到這種朋友賺的比你還要多 你就會很痛苦 你就會覺得你信的東西好像是錯的 可是其實你信的東西也沒有錯 只是你all in在那個東西裡面了 你看到別人賺的比你多 你可能又想轉變過來 那在這個轉變過來 臨時跑去跟別人的這個動作 就會害你虧錢 那你再想一個 你覺得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會不會很危險 正確的知識就是說 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很危險 對不對 因為有大師跟你說 投資要分散 可是巴菲特又跟你說 你的投資要集中 為什麼 因為你要是有40個小老婆 你娶了40個老婆 那你對任何一個 你都沒辦法深入了解 而是說投資的人 應該要把所有的雞蛋 都放到同一個籃子裡面 然後你很小心的去顧那個籃子 對不對 大師講的東西有衝突有矛盾 也有人跟你說 你絕對不可以向下攤平 你股價跌的時候 越跌越買越套越深 有人說可以 有人說不行 那些大師都很強 講話都很有智慧 沒有錯 可是那些東西都有衝突 賺錢的部分 方向有些很反 而且完全相反 可是他們也都真的賺了很多錢 如果說你每次看完一本書 你就乖乖照著那本書來做 比如說我們前一陣子分享 非是思考 你看了他那個 多空都做的那套邏輯 他做的很順 你做的又不一定順 你只看到這一本書 你就只學他 你下次再看到另外一本書 你又再學另外一本 你就會跟我一樣 一直在那邊換來換去 招式學了一堆 然後錢都賺不了多少 好啦 雖然說他們的說法 彼此之間有矛盾 可是 我下一集要講這個 就是他們看待虧損的時候 你會發現 跟虧損有關的事情 他們看的都一樣 就是盡量不要虧錢 不要去拼命的 顧那個虧損的部位 你虧損要把它砍掉 不要讓流血的地方 繼續流到完全沒血 流到完全沒血 你就死了 那我在某一本書上面看到說 你那個 正在虧損的東西 你沒有把它砍掉 他就很像呢 有一隻食人魚先咬了你第一口 然後你不趕快上岸 你不趕快止血 接下來呢 第二隻第三隻 第十隻 食人魚一直全部鋪上來 漸漸的一隻牛 也會被完整的啃掉 不停損就是這一種感覺 那關於這一個呢 下一集再講好了 你只要能夠學會處理虧損 那就算你學的招 在那些很厲害的人的眼裡是錯的 就算錯的很離譜也沒有關係 其實也會賺錢 賺錢的方法真的太多了 太多招了 那他們炒的內容 主要都是在炒誰正確 誰比較正確這樣而已 他們在真的東西跟賺錢沒有關係 那就跟我沒關係了 你可以一直嘗試新方法 可是你的主要策略不要一直換 不然你也是在隨機交易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看到有一個人 他爆賺了十幾倍 然後呢 你就想要去請益嘛 想要去問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能夠抓到這一隻呢 有時候答案真的會讓你吐血 你知道嗎 他說這就簡單的數學 本益比多少 EPS直接20倍上去 大概估他最少也會有80塊90塊 對不對 像定影投控 最近就聽到一個定影投控 簡單數學 好隨便的 你就 好反正就這樣 他就是這樣賺的嘛 跟你說啊 答案真的會吐血 欸大哥 為什麼你知道這一邊可以買啊 大哥跟你說 因為我覺得型態看起來不錯啊 因為他配襲很甜啊 我運氣好 他剛好噴上去 你看會不會吐血 就是這樣啊 那關於要怎麼面對虧損呢 這個我們下一集Podcast 再跟大家做講解 好再來最後呢 我們在Apple Podcast 這邊有一個留言 我們來練一下 這個來自 Alex AlexLeo 不會念 Alex E-R-L-A-Y 他說 EP111很精彩 技術分析真的可以用來解釋投資心理 交易者應該要用以下來記錄投資日誌 第一個 固定的選股交易邏輯來設定停損百分比%數 停利百分比多少來進場 第二個 統計你的勝率 第三個 計算風險報酬比率 第四 依據總共可以投資的金額來設定每一筆交易的最大可以投入金額是多少 這個好像跟我們今天講的東西有點差不多 可是他講的好稍微多一點點 你知道嗎 他說的沒有錯 雖然說他看起來稍微囉嗦一點點 可是他人很好 來這邊我們先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固定的選股交易邏輯 剛好就跟今天講的差不多了 我也是這樣做的 那如果你邏輯不固定的話 就很容易變成說隨機交易 阿學隨機交易 我們剛才講的隨機交易 就算你今天賺到錢了 你很難複製下一筆 所以可能這一筆賺完就沒有下一次了啦 萬一你今天歸因錯誤 把隨機交易的勝利把它當作是我自己很強 我是天選之人 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很特別 沒有意外的話很快就要假賽了 然後你最後講的這個部分 依據總共可投資的金額 然後來設定每一筆交易的最大可投入金額 這個 你是用總金額去推算說你最大交易金額是多少 可是我在某一本書裡面 我幫大家補充一下 有一招可以方便計算 你可以買多少部位 而且可以按計算機 感覺好像很轉 看起來很帥 我是說短線 我先強調一下是短線 不是長線 當然長線也是要停損 長線你要買很多那沒意見 假如說你規定 今天這一筆交易最多最多只能夠虧你總資金的2% 總資金的2%很多了 1000萬的2%已經是20萬了 你一筆短線交易 然後要虧到總資金的2%很多了 好假設你今天這一筆交易 你有1000萬 然後你只能虧最多20萬 你的總資金的2% 好依照上面這個假設 你這一筆交易最多只能虧20萬 股票現在價格是100塊 假設你的停損點設在90 那這樣是多少 大概是10%對不對 價差是10塊錢 10塊錢的話一張你虧多少 就是虧1萬 那這樣就很好算了 你一張股票的停損是1萬 那你最多這一筆交易可以虧20萬 那很好算 你就是你可以買20張 因為你的停損點在90嘛 所以你可以買20張 那你停損的話 你就是剛好虧20萬 就是剛好虧你1000萬的2% 20萬 賺的先不要講 我是說這個停損點的部分 你用你想要停損的那個停損點 然後那個價差 你就可以設定出來 你這一筆最多可以投入多少錢 你最多就是虧2% 就是你先想好你想要虧多少錢 然後用你想好的虧多少錢 去回推你可以買多少 就這樣 你就知道你最大部位可以打多大 總部位的2%先算出來 然後去除以每一張股票 達到停損點的那個虧損金額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買的張數了 你就有辦法簡單的控制你 停損的最大金額 以上呢 供大家參考 好 那感謝這位Alex 你好 你的留言回覆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先到這一邊了 祝大家操盤順利 看盤愉快 身體健康 Pea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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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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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吃 吃 感谢观看